我們就把山藥加進來 滾了之後我們就把山藥加進來 哇 哇 這顏色好漂亮喔 超美的 太好了 我們又學一道菜囉 真的沒有補了 那湯汁好鮮喔 沒有 這湯汁太好吃了 它整個湯汁很厲害 蒸籽排 這個是我們家自己的特別秘密武器 好香喔 好好喝喔 好香喔 真的是我媽的招牌菜 才會很剛好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來晚飯的感覺 真的喔 真的是有媽媽的味道 現在很像一顆紅麥耶 對啊 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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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是妳青春的 這是餐廳等級的耶 超美的喔 請客人拿這道菜出來 太甜甜了 它真的有像是肉的口感 對喔 請客人有沒有 歡迎來我家 大家 觀眾朋友 農曆的年喔 快要到了喔 我們年菜煮得好 大家都熬得很好 年菜煮得不好 小禮喔 大家喔 小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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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每年的除夕啊 就是各位媽媽拚面子的時候 我們今天來個面子PK大賽 是 今天這場戰爭喔 是 入死誰秀 我就不知道了 是 趕快喔 我們來先歡迎 而且我們今天喔 最主要是什麼 是母女黨 我不知道他們等一下 會不會忘記 會不會現場就是 家庭戰爭 應該會有火要味吧 是 對 那現在旁邊啊 兩位啊笑得很開心 我先來介紹我們的健康主主 陳志穎 嗨 嗨 大家好 新年快樂 我們來型男主廚 我們的施潔夫 Hey Jeff 是 那今天的母女 就...你來擺平 OK 來... 來 你來介紹 我們歡迎第一組啊 人稱移動的長城 長腿名模 還有宋哥 還有他的媽媽 宋媽媽 宋媽媽來了 Yeah 終於看到宋媽媽本人了啦 真的耶 來 轉背後一下 小姐啊 小姐啊 真的 然後你轉背後 我們真的看不出來哪一位是 媽媽 哪位是妳的 媽媽 你怎麼保養的 踩空中腳踏車 然後 轉身體 轉腰 女婿腳踏車其實在我們那個 這上面還滿紅的 對不對 你知道她真的很誇張 我一定要再講一次 因為真的是 從我就是有記憶以來 我就媽媽每一天晚上 她都會那種 就妳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忙什麼 靜靜的一個人在那邊忙 在忙 然後等我長大我就跟她說 我說媽咪 妳每天都這樣踩腳踏車 她說 對啊 哪像你們哪 只知道吃不知道動 我說那邊有算過妳一個晚上 空踩腳踏車幾下嗎 踩到愛睡覺啊 她說至少一千下 睡著了腳還停在那邊 然後我兒子說 媽咪...妳睡著了耶 但是這樣也好 因為為什麼 妳知道嗎 因為可以幫助睡眠 對 對 幫助睡眠對不對 是 謝謝 歡迎... 歡迎大媽媽 歡迎重哥 來 我們接下來囉 來 歡迎我們的下面一組 是 演戲很厲害 已經得獎了 她的廚藝更是一級棒 真的 我們巴力堂女主角 黃炫還有黃媽媽 歡迎 黃媽媽好 黃炫好 是 媽媽很可愛喔 很小粒子這樣啦 小姐看到她有很親切的感覺 有... 童溫成了... 真的 因為啊 剛剛在那個休息室的時候 她就一直走來走去 我想說 黃媽媽為什麼要一直走來走去 妳會緊張是嗎 還好啦 不要啦 妳不要走來 我才會緊張啦 我有聽說耶 妳老公為什麼跟你兩年了耶 疫情 疫情的關係 因為你說我們一個要去找他 或是他要來找我們一定要放下 自己的工作 沒錯 那還有小孩要養 所以呢 就決定還是自己 在自己的那個崗位上面 工作崗位上面 是 但是都有視訊啊 那些通電話人學 每天都一定要 都有 還有小孩 然後我媽媽很可愛喔 因為啊 然後那個黃軒是要到新加坡去 對 媽媽就怕她說在那裡 會受苦啊 就盡量就教她廚藝 因為其實之前我認識我老公的時候 我還在拍八點檔 所以那時候是我老公 還有我婆婆飛到台灣來 然後我一直到生完小孩之後 我一歲多了 才第一次帶著小孩 一起去新加坡 然後那時候遇到過年 就連我媽媽一起帶去 全家一起去過年 因為之前都是婆婆來台灣過年嘛 然後我媽媽就印象中 她就說我記得 那時候請婆婆吃飯的時候啊 婆婆有說台灣的醉雞很好吃 然後新加坡都吃不到這個口味 所以我媽就特地去學做那個醉雞 是 然後連食材都帶到新加坡 然後她也知道 大概教我教不會 所以她就把她自己本人也帶去 煮菜飯 不用擔心... 我們這是行動廚房啦 對... 妳如果要來喔 不用說過年我們每天都要去新加坡 煮給妳吃 真的 我們就不用擔心了 是...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 一共分了兩個關鍵的進行PK 我們究竟哪一對母女能夠獲勝呢 喔 我就不知道囉 是 我們第一題呢 我們要來猜年菜 那我們先選第一個 好不好 來 我們先打開 阿姨 好好吃喔 怎麼辦 怎麼辦 最愛吃的就是宋哥 對啊 宋哥妳一定會猜對 來 這邊給我 來 謝謝 來 黃媽媽 這樣 吃看看喔 來 可以吃了... 先來 這邊... 好 謝謝 好 來 吃看看 好吃嗎 那個... 它是貝類的嗎 有一絲一絲 是杭椒喔 對... 這個是什麼 好吃不成 有一個很Q彈的 宋哥 那是水餃嗎 那水餃好像很好吃喔 再給我一顆好不好 吃一下水餃 好像它還有那個... 它很有口感 對 海鮮不只一種 海鮮有兩種 對 海鮮有兩種 然後這個蔬菜 它味道跟我們習慣吃得有點像 但是很苦 是 有 那宋哥 妳現在還在想水餃嗎 我在想 妳覺得為什麼這湯匙那麼小 是 我應該可以換大一點 或是可以再給我一口 沒關係 不用再來一口 我們再吃下一道 好不好 宋媽媽 我們再來好好的品嘗一下 好聞到味道了耶 這樣啦 這個應該大家都會知道 來 這味道很明顯 是 非常明顯 糖醋好 來 媽媽來 湯匙可以放著 可是重點叫做糖醋沒有錯 可是 它裡面是什麼肉什麼呢 咪 我知道這個 這個是 妳每一年過年 在家有煮的話一定都有它 真的假的 然後一定要有頭有尾的那個東西 是 對不對 有嗎 是... 來 黃媽媽妳覺得什麼 我覺得是糖醋魚 對 可是我覺得它 比魚更 稍微潤一點點 是 有點硬度 因為魚很多種 是炸過的 喔 炸過的魚 是 還有加甜椒還是什麼 有 有喔 可以嗎 還要再來一口嗎 要啊 可以了嗎 OK了 可以了喔 好 我們摘下我們的眼罩 來 眼罩摘下來 是 怎麼樣好吃嗎 好吃 好吃喔 是 我們現在要先看第一道 答案在我們這邊 來 答案在這邊 乾貝會常年菜 第二個 乾貝會韭菜 是 第一道 第一道 我媽選一 一 我剛剛也覺得是常年菜 可是我就覺得它吃起來沒有苦味 因為一般常年菜會有苦味 對 但它完全不苦 口感吃起來比較脆脆的 比較像這個啦 韭菜的話應該會比較 有味道 可是有的韭菜也會讓你變成 沒有吃到那個韭菜的味道 可是韭 因為我們剛才吃到 是整個梗子有脆的 對 粗的梗子 一塊一塊一脆脆的 我覺得應該是穿燙在給它冰色 就會脆脆的 是 所以四位 你們的答案是 1 都沒有人要選2 沒有 好 我們現在要公布 真正的答案是什麼 來 姿穎 其實真的很厲害 已經把那個整個細節 都已經講出來了 對 就是常年菜 是 而且 可是他們沒有講到 常年菜有苦味喔 對 這個待會兒 對 祕訣會幫你們教 好 來 那我們猜第二道 到底是什麼菜咧 來 我們這邊有糖醋 鰻魚 還有我們的糖醋 松鼠魚 是 如果是糖醋豬跟魚的話 我會選豬 因為就像我講 我剛才覺得吃下去那個肉 有一點潤 可是它如果是鰻魚的話 是絕對不是 因為鰻魚口感是很糊很軟的 它脆脆的 對 比較綿的 對 黃媽媽咧 我覺得應該是松鼠魚 因為一般松鼠魚會先炸過 就是它會有點像雕花 像花枝這樣切橫的直的 然後去炸過以後它就會 因為它的嚼勁比較不一樣 像那個鬆子這樣子 對 鬆紅的感覺 對 然後口感又脆 所以鰻魚的話 就不用特別再去做任何的那個 對 而且鰻魚的肉比較薄 比較不適合這樣做 對 是 阿松媽媽咧 我們覺得是松鼠魚 糖醋 松鼠魚 對 因為那個厚薄度真的有差 鰻魚我們... 我的印象吃起來真的就是 比較薄 大概是剛剛吃的那個魚的 一半的這一種 對...一半的這種口 如果遇到十斤的鰻魚咧 對啊 我們還沒有機會吃過 我們為什麼都鰻魚 看不起鰻魚 是不是 師傅你以後出...不能出 你要有陷阱 第一個 糖醋 松鼠魚 第二個 糖醋 松鼠 松鼠的話 我們就不會在這邊介紹 對 你空的喔 你... 是啊 所以大家都是選松鼠魚 對 那我要公布答案 對啊 好 來 我覺得黃媽媽真的很厲害 因為好像等一下... 等一下讓黃媽媽來示範 因為她都知道怎麼做 沒有...我們家都是說的 黃媽媽用心涼骨 為了先加火 她去學什麼 用心涼骨啊 明天就帶松鼠魚去 是 好 那我們現在公布答案喔 那答案就是 糖醋松鼠魚 是 太好了 兩道菜 其實你說簡不簡單 其實還滿簡單的 你說困不困難 撩太多 有時候要撩起來 吃起來更好吃 是 我們就來看看好不好 看兩位廚師怎麼做 好 志穎現在要做我們的 干貝會常年菜 是 我們的配料就在這邊 就在這邊 是 然後我們干貝今天 我們用了兩種干貝 是 一個是乾的 對 對 把它泡開 泡開裡面的水 可以當成高湯 對 好聰明喔 另外一種是新鮮的干貝 新鮮的干貝 吃到兩種干貝的口感 是 然後再來一些新鮮的蝦子 蝦子 就是我的建議是自己剝 對 然後這邊有一點點高湯 這個高湯呢 你可以用雞高湯 或者是像我今天是用柴芋高湯 都可以 對 那常年菜這邊呢 我有事先先燙過了 剛剛已經有蒙眼試吃 然後我說不苦對不對 對啊 好神奇喔 就是因為我們有在 很滾的開水裡面 加一點點鹽巴 然後一點點的蔬菜油 然後讓它汆燙完之後 你還要準備一個冰水 把它冰鎮 是 這樣可以把它的苦味帶走一些 對 然後那個脆口的口感 會流下來 是 那山藥呢做什麼用 我們要勾芡用 對 勾芡 一般勾芡是用太白粉 對 太白粉太過於精緻 所以我們用 有黏液 有點黏液 有膳食纖維的 有水溶性纖維的 去勾芡 對 健康的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水已經滾開了 對 水 高湯或是水都可以 只要一點點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要做羹湯 是 那這邊呢 柴芋高湯 我們先把它放進來 對 我們剛剛都在質疑 這水位太少了 你知道嗎 沒有 因為高湯放進去之後 等一下我們還要勾芡 對 這個就不一樣了 對 它就會比較滿 對 好 接下來是這個 接下來是這個干貝 對 乾的干貝 我們把它放進來 所以它那個也是高湯 也是可以全部都倒進去的 是 沒錯 那更鮮 對 在這邊呢 我們用山藥 把它磨成泥 其實備料的時間反而比較慢 而且備料 我覺得你要選擇的食材是要新鮮 是好的 然後再來一個是 保存的方式要對 是 就是像干貝跟蝦子 你是馬上要烹調 馬上才能退冰 那最主要是這個啦 山藥 對 對啊 這個就當太白粉不就好了嗎 對 然後山藥呢 其實是 你一個山藥這樣子 大家就站不住 對啊 我是健康主廚 對 所以我一定要分享健康的方式 因為大家看到了什麼 健康 滾了之後我們就把山藥加進來 稍微攪拌一下 你就會發現那個湯變濃稠了 真的耶 有沒有 變濃稠了 好快喔 OK 勾完芡之後 來 我們把我們的海鮮 我們小火還是要小火 對 乾貝這個時候再加進來 剛剛美秀姐有提到說 海鮮的那個生熟度很重要對不對 是 就是不能太熟 沒錯 所以我們這個海鮮這個時候 才把它加進來 看它變色就好了 稍微汆燙一下 對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把我們的 登泥菜 對 長泥菜把它放進來 哇 這顏色好漂亮喔 超美的 好 稍微泛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要觀察的是 蝦子跟干貝的熟度 有沒有變 對 干貝的熟度 那其實你這時候 你火其實可以關掉了 是 因為它有熱度態 對 用慢慢的熱度 慢慢去把它浸泡 到它的那個熟度 是最漂亮的時候 是 那蝦子的熟度呢 就是呈現一個 吸的一個狀態 對 對 這樣最漂亮 如果它兩個是黏起來的話 有點太熟了 喔 那它如果像這樣 還有一點微開的話 表示它的熟度還不夠 是 所以讓它稍微再浸泡一下 再泡一下 對 讓我們給它一點點枸杞 對 增加一點 好漂亮喔 搭個顏色 對 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那這邊有一點點的香油 是 滴一點點進去 提一個味道 對 提一個味道 這樣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現在的蝦子也差不多熟 剛剛好 你看像這樣最漂亮 對 這個熟度最漂亮 來 我們現在就起鍋 好 太好了 我們又學一道菜囉 我們來看第二道菜的做法 好不好 來 我們做這個糖醋松鼠魚啊 它其實是有個故事 是 就是以前這道菜 對 它是在滿漢全息裡面 給皇帝吃的 是 所以我們今天教大家做這個魚 會不要有刺 不要 什麼都不要有 賣無稀奇啦 對 所以我們今天會把刺拿掉 但是會教大家做 怎麼樣來做會比較好做 是 你就是沿著這邊下一刀 有沒有 閃過它的旗 對耶 這裡一刀 好 我們把它切到中間 讓它斷 好 第一刀有了 第二刀一樣 從這裡到這邊 切到那邊 它這邊都有旗嘛 我們要閃過旗 所以我們給它切下來 你送媽媽 王媽媽 對 你們會抬一樣嗎 會啊 你也會抬一樣 你覺得它這個道理對嗎 對啊 其實我們剪刀把這個剪掉 然後再騙 這個頭我們就先 留著 可以先放這個裡面 我們等一下把它切一下 對 接下來這個魚啊 它中間都有骨頭 我們要閃過它的骨頭 背部 對 背部 所以我們要先從旗的旁邊 給它下一刀 對 你會聽到有走骨頭 我們這時候就是已經 已經走到中間了 越來越深入就對了 對 那流到後面這個尾巴 不要讓它斷 因為這個魚巴炸的時候 它會很像松鼠的尾巴 對 一樣是閃過它的旗 是 對 一樣是 我上下都要 對 一樣是到 把它打開的意思 這樣也比較好熟 對 那那邊切也比較好熟 這個魚 魚我們總共切了四刀 一刀 到尾 二刀 接著我們反過來的兩刀 一刀 兩刀 對 沒錯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中骨這裡的骨頭 我們把它剪斷 直接用剪的啊 對 直接用剪的比較快 因為現在剪刀非常的好用 對 廚房有專用的剪刀 如果用刀子的話也可以 可以 但是怕刀子喔 有的時候這樣要常常要磨 對 好 我們把它切下來 就可以看到有 完整的兩片肉 但是要留住這個尾巴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尾巴給剪掉 剪掉 這個尾巴我們就不用了 對 接下來這個肚子這邊的骨頭 我們也要把它去掉 也是要去掉 因為皇帝都不喜歡吃骨頭的 我們在家裡過年吃飯 就要像皇帝一樣的吃飯 所以你們剛剛都是皇太后耶 真的嗎 真的都不知道這故事 好 我們把它取下來 是 這個也拿去熬湯 家裡有老人小孩 這樣吃起來也安全 對 真的 真的 那接下來呢 我要來教大家開松鼠刀 好 我們先畫直刀 這時候刀直上直下 我們切的時候切深一點 但小心不要把皮劃破 我們... 不能劃掉 對 這幾刀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劃破 等等那個魚 炸起來像炸花枝一樣 可是我們炸給它炸漂亮 而且它這樣切開來炸很快就熟了 是 沒錯 第二刀呢 我們要斜刀 斜刀 斜刀我們要斜斜的往前 但也不要太用力 太用力就溜起來 這樣切到皮的前面一點點就好 對 真的要很小心 好 它炸起來就是這樣把它翻過來 會像我們吃索亞這種感覺 對 有沒有 就會這樣子 通通都開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它來浸這個 這個薑 這個薑其實裡面就只有 太白粉 鹽巴 胡椒跟蛋 好 有味道之後 都裹到了 我們等一下來裹粉 對 這個肉也一樣 這個魚應該不難買 這個魚 目前用的是鱸魚 鱸魚 鱸魚的話 冬天的話 它的油會再多一點點 是 因為它們都要抑寒 所以那個肉吃起來都會 比較嫩一點 這個油鍋 是 是 我們要測一下它的油溫 是 所以我們油溫要怎麼測呢 沒有 對 宋芳芳講對了 我們要用 我們要用手 測溫度 這個是不是年輕生的 沒有 這個好沉黏喔 對 好沉黏喔 你們還沒有坐在裡 他連想都沒有想 這個油溫 這時候那個魚 我們把它攤開來 你把它攤開來 一定要在下巴間把它拉開 對 它這樣定型 對 這個魚肉我們每一個關節的地方 都要碰到粉 都要稍微給它撩起來 對 不然會很尷尬 有的有化到妝 有的沒化到妝 對 等一下它也不好補妝 因為它這樣子炸的話 它水分會流失比較快 是 你咬到那一塊的時候 肉就會比較乾 是 所以我們需要給它 每一個地方給它翻開來 是 你看我們全部就是 超漂亮的 好美喔 很像豬耶 很可愛 我們稍微讓它捲捲的 現在很像一顆偶白 對啊 來 旺偶白 接著我們把魚肉給它放下去 好 慢慢的放 這尾巴要讓它翹翹 你媽媽還是有口到你的臉 手尾掉沒有關係 你剛剛我受傷的心 我幫你吃看你的臉 太可愛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不用理它了 是 我們給它放在旁邊 讓它炸一下 是 我們油溫控制好就好 那我們可以做臉皮的事情嗎 對 接下來我們要炒一個醬汁 沒錯 我們放一些油在裡面 稍微潤鍋 接著我們可以來炒洋蔥 對 爆個香 爆個香 我們來把這個洋蔥炒香 對 對 炒 接著呢 我們可以放蒜頭 蒜末 蒜頭也是 不用很多嗎 對 不用很多 喜歡蒜味的可以加重一點 是 對 炒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放鳳梨 鳳梨裡面的汁水也可以下去 是 因為鳳梨炒過之後 它的香氣很特別 對 對 所以我們鳳梨也是要稍微炒一下 鳳梨不用多 鳳梨不用多 對 鳳梨也是有一點酸甜的味道 在裡面 好 那鳳梨也是稍微給它炒過 有點香氣之後 是 加顏色 對 加顏色 我們這邊有紅 黃 綠 三種顏色 好 紅 綠 紅 好 綠 紅 好 綠 紅 加自己的特別秘密武器 就漂亮耶 好香喔 好好喝 很好喝 很好喝 真的是我媽的招牌出來 才會很剛好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霧來晚飯的感覺 對 真的是有媽媽的味道 節目最後還有金美禮物大放鬆 加顏色 對 加顏色 我們這邊有紅 黃 綠 三種顏色 對 好 接著我們放番茄醬 醬油 對 但是我喜歡在放番茄醬之前呢 再這樣淋一點下去給它 先來一點 鍋香 對 像家裡面啊 我比較喜歡用的是薄鹽醬油 是 因為它有醬油的香氣 但是又不會很死鹹 對 對 我們稍微給它嗆一下 現在因為健康 大家真的很多都用薄油 對啊 醬也比較沒有負擔 對 不然你就要稀釋 稀釋又沒有那個味道 對 又沒有那個片香的香味 對 沒有那個醬味 對 我們也嗆一點米酒下來 是 稍微炒一下 是 接著我們後面就剩調味了 對 因為這個彩椒 我們千萬不要讓它煮得太熟 對 煮太熟的話吃起來 它的鮮甜的那個 就軟掉了 香氣就沒有了 對 番茄醬 糖 鹽巴 糖可以盡量多放一點 沒有關係 這樣子炒出來的糖醋才會好吃 是 這拌勻之後呢 我們要加一點點水 不然它會稍微搭 對 我們這邊醋 有分烏醋跟白醋 通常烏醋我會放一點點 因為烏醋的香氣跟白醋不一樣 不一樣 白醋只有酸 但它的香氣比較少 但是白醋可以多一點點 對 因為它真的很酸 關火的時候才下 對 是 接著我們淋上一點點的香油 好 這個醬汁都已經 醬就好了 完成了 是 沒錯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魚肉 是 像我看它這個已經 全部都已經炸出來 基本上這個魚肉已經OK了 對 其實我們在炒醬汁的過程中啊 我們這個魚肉就已經 差不多要好了 對 是 這真的餐廳等級的 超美的喔 請客人拿這道菜出來 太好吃了 其實我們這油鍋也把它關掉 接下來我們就剩擺盤了 擺盤 來... 上菜囉 太棒了 過年了看到這樣 就一盅盅很開心 顏色什麼都一樣 我們一道一道來 我們先吃我們健康主廚的 吃飲的好不好 對...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吃到 是不是真的 當你菜味道 妳先 有沒有 很又甜耶 還是這麼的脆 對 真的沒有苦了 那湯汁好鮮喔 沒錯 湯汁很厲害耶 我覺得啊 那個乾的那個干貝啊 加分好多 對 真的太好吃了 它整個都挺鮮了 其實兩個的鮮味不太一樣 新鮮的鮮味是很直接的甜味 是 然後乾的是比較有一點韻味這樣子 有點像乾香菇跟新鮮的香菇 兩個同時使用的那種感覺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吃吃 我們的那個松鼠魚 來 我來幫大家那種 好 這我來 好脆喔 光在切就聽到那個 欸 師傅妳 妳也不懂這樣 妳用我來 要讓妳好嗎 要讓妳好嗎 要讓來啊 來… 吃喔 多來一點肉 好 我只能跟妳說 我們兩個相見很晚 來 我們來吃吃看味道 來 謝謝 我有時候很怕吃到糖柱 是那種酸到一個不行的那種 對 這個完全它還有天然的味道 對 因為那個鳳梨也是幫助很大 剛剛其實我看 加了這麼多佐料 我原本以為味道會很重 不會 可是還好那個魚剛好裹上去 那個味道剛剛好 不清楚有沒有 那你們不看好理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你剛剛是這樣子 我問 但是炸過之後 它真的有像豬肉的口感耶 對喔 不會像有的魚 會咬下去糊糊酥 就一下就化掉 它是很酥的 脆脆的 宋媽媽媽妳會嗎 我們常煮 過年都會 或者是五六雞 五六雞 這跟五六雞差不多 差不多要食材換一下 對... 說媽媽手藝很好 唯一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炸飯炸到這裡 拍一隻 這太強了 你們現在就要收檯了 待會兒要看你們表現 對啊 過年還這樣子 對喔 媽媽 你刀都燙好了 我又在你媽 了解 我跟妳說 像我們過年的時候 都會拜拜嘛 對 要三星嘛 是不是 五雞豬魚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魚了嘛 那你們的話 你們會挑選什麼 來做好吃的料理 我們會選台灣人最普遍 最能接受的豬肉 是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家自己的 特別祕密武器 其實是加豆腐乳 一般的蒸籽排 是不會加豆腐乳 沒錯 那我就發現 加了這個豆腐乳之後呢 其實它這種發酵的東西 都是豆類 甘味 甘味 對 然後會比較多一點點甜 你看這裡面其實沒有 那種甜的東西 但加了它之後 那個肉排的鮮跟甜 會跑出來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媽媽 我們先放多少 先把肉放下來 倒進來醃 那我們的排骨 排骨 這個選排骨的話 就是一定要帶一點點肉 要加一點肉 然後一般在醃的時候 我會放這個蒜末 然後這個量就是自己斟酌 所以你要鹹一點 像醬油的話 我就會擺大概一大匙的醬油 醬油沒有很多 因為豆瓣醬本身有鹹味 是 然後主要是這個 豆瓣 這個豆腐乳 豆腐乳 像這樣的量 大概這樣一塊就可以了 對 不需要太多 因為它不要去搶掉你 原來該有的味道 對... 甘甜啊 所以它幫你提那個甘味 甘味 很奇特就是你在外面吃不到的味道 那個真的就是媽媽過年的味道 用手把它揉一下 對 給它按摩一下 對 以前的做法的話 就是排骨醃好以後的話 是會把這個粉放在盤子上 對 然後一塊一塊沾好的話 再擺盤 對 可是後來我們的發現做法 就是說這個蒸肉粉放下去的話 那為了就是說讓它那個更入味 是 我們就會在醃的時候就把它把它 一起放 不用一塊一塊這樣子 不需要 還有一個秘訣就是說 我們這樣看好像濕度差不多 對 那其實應該再加一點點水 讓它更水一點點 對 放一點水 因為那個蒸肉粉 它就是米去打 對 所以它其實還要是要吃一點點水 它蒸起來會比較好吃 那黃軒有講到 如果用沾的 它沒有吃到水 你吃那個蒸肉粉會有點硬硬的 硬硬的 不好吃 那你如果給它一點點水分 它蒸起來才會是那種 黏黏糯糯的那種口感 對 沒錯 是 我們假設它已經醃好了 是 因為我想教大家 是 就醃好之後呢 我們就擺盤了 對 下面先放地瓜還有南瓜 一般來講會只選一種 可是因為我覺得 有人喜歡吃南瓜 有喜歡吃地瓜 對 所以我會兩種都放 而且看起來顏色會有兩個 金玉滿糖的感覺 對 這樣很好 因為像這個是 57號的地瓜 這個地瓜是比較鬆的口感 比較綿的 那這種南瓜呢 是我們台灣的南瓜 所以它水分會比較多一點點 它的甜味會比較重一點 然後剛好互補 水分比較多 那如果全地瓜 水分會變比較少 有時候那種粉蒸 如果你吃到下面的地瓜 會不會太乾對不對 可是這個加一點南瓜就不會 我現在還是有點濕了 因為沒時間醃 對 沒關係 對 宋媽媽妳有什麼要問的 沒有 我說地瓜可以換芋頭嗎 都可以 芋頭也不錯 對...也是多一碗飯喔 對 真的很豐盤 就把它排一排就可以了 是 鋪好 對 就是金玉滿糖的感覺 對 然後壓緊 然後我們放鍋裡面 我媽放多久 我們煮飯的那個杯子 兩杯水 就可以放到地瓜裡煮飯 然後兩杯水 我們就讓它吹 對 吹好了 它自動會跳起來 我們就可以吃了 對 我跟你講啊 講到這個過年 大家最怕就是 過年之後 收心要上班了 發現自己 怎麼多了一圈 兩圈 真的 那時候怎麼辦耶 而且你看看我們的黃瑄 那小朋友那麼小 然後你要回到以前 生他的時候 那個曲線有沒有 這個又什麼保養的 妳叫交交電視的那個 觀眾朋友們 過年前 是 就要先讓自己小一號 因為你知道過年的時候 你一定會挑戰自己的上限 自己的極限 所以我們要超前部署的意思 超前部署 在過年之前就要先想辦法 讓自己有把這個扣打流出來 你才有位子去裝那些年菜 還有那些點心啊 還有那些零食 所以最近呢 我都是靠這個 我的神隊友 讓我有S曲線的美酵素 是 那其實它是專門否像 超過30歲開始 就要開始保養了 不只是臉啊 皮膚要保養 其實真的應該 從體內開始 就要來進行我們的這個保養 那我吃美酵素到現在大概有 大概有超過一個月的時間了 我還滿有感的 然後我身邊很多朋友 尤其是劇組的人都在問我 然後我就想說 那既然我吃得很有感 那不如讓大家都來感受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對了 所以女生的話呢 我就讓大家一人一罐 那酵素的東西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酵素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來進行消化 沒錯 那其實你 因為有進它會有出嘛 你就不用那天說 我們吃進去的東西 就會累積在這邊 這樣子很大一塊 那尤其是呢 最近快要過年了 其實我覺得過年 女生真的很辛苦 對啊 都不知為誰辛苦為什麼 每天都在辛苦 辛苦 過年的時候更辛苦好不好 辛苦了大吃 大喝 那邊也不敢碰 可是沒辦法 還是這樣子啊 還是會還是要吃 而且這累積在那邊的話 心情就很差 脾氣也很差 然後很明顯很明顯的一點就是 放屁超醜 對 因為妳蔬菜一定會很少吃 一定都是大魚大肉 對 所以蔬菜水果都少吃 營養的攝取就不均衡了 沒錯 那我有一次跟我朋友 到他家裡去過年的時候 打牌 他很奇怪 打一打就一直站起來 然後拿點心給我們 打一打就站起來 拿點心給我們 後來我問他說 妳是不是在偷看我們的牌 他說不是 我實在是排氣牌太臭了 他不好意思在旁邊 所以他就會站起來走遠一點 然後假裝拿點心再回來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妳有了美酵素之後 妳提前開始準備 妳就不用擔心說 過年的時候 我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沒錯... 所以這一瓶酵素 是怎麼樣來幫助 新陳代謝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酵素裡面 它有136種 是 超強的蔬菜加水果的酵素 那剛才有提到說 酵素呢 它其實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去 我們的消化 可以讓它更加的順暢 所以呢 它可以幫我們代謝掉 多餘的澱粉跟廢物促進消化 那這個 它原本倒出來之後 是長這樣子 一粒一粒的 一粒一粒的 可以直接吃 那為了讓大家了解 它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是怎麼運作 所以先把它磨成了這個粉 然後旁邊這個呢 很可怕的 就是我們吃進去的澱粉 消化不了的東西就是這樣 天啊 然後你看喔 我的杯 這個杯應該要來八杯的 對 等一下 我們肚子上面都是這些東西 是 然後你就把我們的這個酵素 放進去 然後它就會慢慢... 慢慢的去分解這些東西 然後慢慢的 越來越軟... 它本來是很大一塊 你看它現在已經開始 有點扁掉的感覺 然後慢慢... 你看上面的部分 你現在開始很生異狀 變成很滑的感覺 小塊的 好可怕喔 你看下面這邊 其實它已經化開來了 已經快要變成液體狀 而且這個顏色 變還軟 然後這個顏色其實就是 我們想要排出去的那些廢物 這樣講大家應該都懂了 沒有錯 而且這些東西啊 髒東西在肚子裡面說真的啦 它會讓你越來越大 對 當你要去消化它的時候 就已經成年了 對 不要說過年啦 我們的很多上班族的朋友們 或者是很多 像我們這種行業 我們常常都是三餐都不正常的 對 所以呢 作息也不正常 飲食也都不正常的 台灣觀眾們 很難得每天都要攝取到的 均衡的營養素其實很少耶 它很棒的是它除了136種 超強的消毒之外 它還有加 然後甚至 B群對身體很好 然後還有呢 就是像我們的一些礦物質啊 有像我們的鐵 鎂 還有葉酸等等都有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它CP值超高的 沒錯 你身體需要的營養素啊 其實它就可以取代掉 很多平衡罐罐 省下來錢呢 有了S曲線更想要買新的衣服 對 其實像這樣子拌一拌之後呢 它已經差不多快要融開來 是 我們的髒東西 全部都已經慢慢要化成水了 對 而且啊 我們過年的時候 不只身材要好 氣色也要好 這樣我們才能快樂的銀財神 對不對 真的 而且其實你們看 它現在啊慢慢... 超神奇的 妳現在看這些東西 如果能夠排出去 當然就會有好氣色 而且我告訴妳喔 尤其是我們這種生活 你知道要排掉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而且真的我覺得 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超過30歲之後 真的要靠自己努力 對 沒錯 不要被身分證上面的那個數字打敗 對 因為其實你如果是 你的外表可以保養得好 你的身材可以保養得好的話呢 其實你就不會覺得自己老 那這個裡面呢 除了我們剛才講那麼多 礦物質之外 它還加了 所以不管是 我們要去拜訪親戚啦 還是跟同學聚會 其實我都覺得很有自信 是 我跟妳說 兩年沒有見老公 老公 妳應該要緊張囉 妳看到我們 對啊 身材超好的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妳來看她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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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啦 這樣啦 是不是 根本就是跟大學聚會 阿妹仔 沒有什麼兩樣耶 真的 我們現在可以叫阿妹仔 對啊 今天化妝人常常被叫阿妹仔 而且它很簡單 它一天呢只需要吃兩顆 是 大家可以吃吃看 因為它兩顆的話 它裡面除了有這個酵素之外 還有我們剛才說的營養補充 是 那一罐呢 就是一個月的份量 幫妳把一個月需要的營養素 都可以補進去 而且美秀姐 妳可以聞一下 它的味道 因為很多酵素 沒有味道 我們有的時候會怕那個味道 對... 它都沒有味道 它的味道就是 有一點淡淡的蔬果的味道 然後就這樣直接就吃下去 很新香 小姐 妳很瘦了 我們 我以為 美秀姐 來... 我要我們放給大家... 因為等一下我們可以吃了那個 主廚的年菜 待會兒也要吃 我也需要啊 真的... 在妳失眠賽之前就來兩顆 對... 而且啊 分一下... 分出來 分出來 是怎樣 想看到那個... 剛才那些成年的東西 應該大家都想要把它 來吃太多的詞 來 美秀姐 一次吞... 吞入 其實真的正常吃 正常排 就可以維持S號的曲線了 是 來 阿布 阿布 三倍量 妳不要給我偷吃喔 我也需要 男生可以吃嗎 男生可以吃 絕對可以 而且其實不用擔心說 吃完了買不到 我們其實在一般的藥妝店 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大家拿了紅包之後 就可以到藥妝店 去把它帶回家 然後把你身體不該有的東西 都把它排出去 沒錯 是 那接下來啊 我們要來看看宋哥媽媽的廚藝喔 是 媽媽 妳要帶什麼料理給我們 我們是雞腿肉 旺來雞 旺來雞啦 吃了以後啊 就旺旺來 是... 後來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做了嗎 好 可以 來 這是我們 快一點 妳確定媽媽在家裡嗎 我爹嗎 我跟妳的小米一樣 對 那會不會做... 這個不是我們家的手法 我是誰 我在哪 突然間撒了 是 我們的醬油膏 對 加一點酒 米酒 加米酒 米酒都下了吧 就直接倒進去 媽媽拿早那個一整罐的 對啊 對 對 然後我們加一點油 油 好 有... 加一點點 加油 讓它更滋潤 加油 對 然後我們來抓一下 是 其實這個跟那個 黃媽媽剛剛做的料理 其實一曲同工之妙 對 要把所有的肉啊 就先醃製好 入味料讓它來處理 對 但是黃媽媽的是用炊 但是我們這邊的是用炸的 對 像我問我媽就是說 如果說因為過年一定 拜拜都會有很多那種 一下又是 沒有不對 有雞肉 豬肉 放那麼多在那邊 對 那我就問我媽說 那如果這一套做法 我們把它變成別的食材 可不可以 其實也是可以 就是你各種食物 就像剛剛師傅做那個魚 其實我覺得也大概是類似 只是說用的東西 我們有的時候用不一樣 對 其實做起來也都不會浪費掉食物 都可以好吃的 而且這個跟摩扭機也很像 對不對 對 沒錯 對... 而且跟我們剛剛黃土 也是很像 對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醃漬一下 然後下去炸 傑夫 你可以講一下嗎 如果我們油這麼多 我們在家裡面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利用 其實這些油 因為它炸完肉之後 它保存的時間不能太長 是 對 但是其實這些油 都還可以再拿來料理的時候 可以拿來炒 是 油你要等它完全降溫的時候 其實你拿去冰箱裡面冰 它也是可以再稍微延長一點點 是 因為我們有粉嘛 它已經沉澱 對 所以我們可以立上面的油嗎 留上面的就好 下面的就不要 對 其實我們今天就學到兩道 會用到炸的菜 沒錯 而且都是炸得金金黃黃 其實上菜很好看 過年嗎 又好吃 金色亮亮 那我在炸的同時 你就可以順便做醬汁了 對 我覺得這道菜 是你教你媽媽的 對 他都不知道他是誰 他在哪了 我們教他一起來合理 好緊張的 媽媽 請他這水做菜 不用緊張 對 這個炸的也是金黃色 我們就可以撈起來 對 我們就可以撈起來 是 好 我們先放的是那個蒜頭 片香 片香 你蔥仔現在就要放了 要 蔥仔頭 爆香一些 對 爆香 然後再接下來我們的辣椒 紅辣椒 讓它更喜喜洋洋 對 沒錯 紅色嘛 是 顏色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們番茄醬炒一下 它的顏色 對 切紅色才會出來 沒錯 它其實就跟我們新鮮的番茄一樣 一定要預熱 預熱 因為它是脂溶性的 就跟我們的鳳梨也是一樣的道理 對 而且其實加這些下去的話 因為過年真的大雨道路很多 你加一點酸酸甜甜 比較不會這麼膩 對 也算開胃 鳳梨的酵素就可以去分解水 沒錯 沒錯 然後現在我們的鳳梨 看你的量要多少就對了 對 看你的量多少 是 那個湯汁也不要倒掉 那個湯汁是非常好的 對 要放 對 現代的酵素 先把它炒一下再放 對 今天是已經漂亮了 香香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很漂亮 你加鳳梨汁是不是 對 加鳳梨汁 讓它有天然的酸 對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我們的太白粉 對 我們要勾芡 勾芡 這個也是可以用那個 用剛剛我們那個 可以啊 山藥 對 那個好聰明 真的 對 我剛剛就有想到 不然有時候吃到這個勾芡 我們都不好意思啊 對 以及不敢吃 為什麼 因為它吃就是有負擔嘛 對 對 建議大家可以用山藥 沒錯 那個可以起鍋 可以起鍋了 差不多漂亮了 差不多了 金黃... 好 我直接 匯過來 妳可以匯了嗎 可以 是 你看 我們家庭主婦做菜就是這樣 要快很準 對啊 我們兩邊這樣子時間剛剛好耶 對 炸的時候煮醬料 對 炸好了就直接下去匯 是 然後就入味了 而且這小朋友愛吃啦 對 沒錯 真的這樣 這也不太花時間啦 對啊 對啊 要不然過年有時候 在準備的時候 真的好忙喔 沒錯 最後的一個程序 我們就是要放我們的 點香油 對 讓這個料理更亮一點 對 這個顏色就好漂亮 那接下來 哇 漂亮 這感覺好好下班 天啊 連傑夫都說了 來 我們上菜 是 是 來 兩道料理都上菜囉 好 我們試吃看看好了 我們先吃媽媽的排骨 好不好 來 很漂亮耶 有沒有一種 景欲滿場面 大團圓的感覺 下面地瓜吸收了排骨的金黃 有喔 你有 滿滿的汁液 你看這下面 這絕對不會像那個 地瓜跟南瓜翻到吃 會說會太乾 好香喔 這是跟傳統一樣 做一個香氣 都是在豆腐裡 我跟你講 它有一種 好像有那種豆酥 豆酥的那個味道 對 大碗 然後啊 這個排骨也很漂亮耶 對啊 那南瓜好絕對 有喔 很好吃喔 而且帶甜味 各位朋友不要害怕去買到 排骨有油的 其實有點油的 這個排骨才香 才好吃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會不會來晚飯的感覺 對啊 真的是有媽媽的味道 因為在外面吃飯 很少吃到這什麼 真材實料的味道 真的是我媽的招牌才 才會很剛好 對 尤其是媽媽的味道 是最難找的 真的 不管是哪個大廚 做得再好吃 我們還是少了一個味 就是媽媽的味道 對 好 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雞肉 親媽一家親 吃了年菜脆滴滴 這真的在家裡 麵也厲害耶 雞肉好嫩 來 這兩盆就很 不成功了 媽媽幾分 兩位媽媽都真的太窩固 你為什麼要叫親家母的感覺 什麼 節目最後還有精美禮物大放鬆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我會來晚飯的感覺 很棒 真的是有媽媽的味道 因為在外面吃飯 很少吃到這什麼 真材實料的味道 對 真的是我媽的招牌才會很剛好 對 尤其是媽媽的味道是最難找 真的 不管是哪個大廚 做得再好吃 我們還是少了一個味 就是媽媽的味道 對 好 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雞肉 我們的糖醋 好 這個真的在家裡的麵也厲害耶 也是漂亮的顏色 好漂亮 真的嗎 這雞肉一定很酥 對不對 這兩盆根本 你給我三萬半 對 很好 三成三成 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在家裡面 試著做耶 對啊 雞肉好嫩 來 送媽媽 你給黃媽媽打幾分 98吧 那黃媽媽 你就送媽媽幾分 100分 兩位媽媽都真的太有案子 太有案子 有意思嗎 叫親家母的感覺 對 節目最後還有金美禮物大放鬆 各位觀眾 黃媽媽 我們這個真的拿去新加坡 對啊 這一道也可以 對 這一道也可以 然後送媽媽你再煮 幫我兒子吃 會飯 小孩帶去兩碗飯 對 阿嬤我還要飯嗎 對 真的是 好滿足喔 真的很滿足 而且宋哥還一直吃 一直吃這樣子 是 宋哥你知道 今年是什麼年嗎 今年是什麼年 五年 你怎麼跟媽媽一樣 突然燉燈 我在哪裡 不是 沒有錯 今年是五年 在這邊祝大家虎虎生風 新年快樂 今天謝謝 也謝謝各位的分享 謝謝 也記得幫我們Cue一下 我們有金美小禮物送給你 來 再一位 謝謝 繼續吃 謝謝 好吃 謝謝